10 月複製菜園村紅泡牛 比人面還要大價向日葵,在菜園村村民悉心照顧下,欣欣向榮。 這個7,000 呎的菜園村生活館種了十多種有機菜, 雖然這裏10 月中就要拆離起高鐵,有團體就希望在新村幫村民搞道賞團甚至民宿, 增加村民的謀生本錢。村民考慮了14個選子後, 原本想在八鄉家增屋村頭山這塊50萬呎的農地複製菜園村, 誰知政府說這裏附近有村落有古蹟,不想他們在這裏落戶,地主也隨即不肯再傾埋地。 他說有很多人在這裏住,所以其實都沒有經過詳細的討論, 我們說麻煩你給一份報告,我們說這塊地為什麼不適合,他都未交。 村民退而求其次,想在八鄉家園江先買入15萬呎的地, 日後再在附近找其他地,但還未收到賠償,未買到地。 政府上星期中突然宣布申請復更加村民,日後要全職耕田,否則就會被終止居住權, 而且要拿特惠津貼,就一定要在10月15日之前搬走。 其實我們隨時都願意遷出的,條件就是你都要提供一些安居之所給我們。 如果政府要強行令到我們遷出的話,我想對蔡原村的人來說是一個甚極之大的打擊。 政府說只是收到30份復更申請,當中有10個人成功,希望如期在10月中完成安置。 我希望希望可以將它們滿積的主題可取消。 好,唯一呢? 我選擇。 我希望可以接受 filled。 那裡可以接受到地點。 我可以接受到給一些地點望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